那今天的话就坐船去皮皮岛 因为今天是包的是一日游 所以说它基本是什么都包的 那现在已经到这边了 然后你可以先在这边吃一下早餐 然后就去坐船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的话早餐有些什么 这边有些杯子你可以自己拿 还有一些零食 这里的话有一些蛋糕你也可以自己拿 这边还有当煎好的面包 以及一些咖啡机 还有一些冰的饮料 总体来说的话选择还是非常多 那我们现在就吃一会儿早餐休息 然后就坐船一起去 可以看到这边的中国人真的是非常的多 现在差不多吃了早饭 等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还要讲解一下我们去哪里找 那现在的话终于就出发坐船去了 可以看到这边的码头附近 有很多的船停到在这边 基本上来这边的话都是旅游团来的 今天的话就坐这艘船去岛上 可以看到船里面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现在我坐着坐的位置还是比较好 可以看到我身后都是一船的人 这个船速的话是非常的快的 我的名字是B 你已经知道我吗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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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吃着这海风也是非常的舒服 那现在我们就上岛吧 这岛非常小 也是第一次上到这么小的岛 但周围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但这地上的沙子很粗一点都不细 当你的鞋里面有这些沙子 感觉像在做按摩一样 这些零食的话都是免费的 都已经包含在这里一日游里面可以尽情的享用 岛上面有的茅草 我们去看一下 非常的原始 从这里屋子的话往海外探真是非常漂亮 还有一个小的市集 可以买一些吃的和饮料 在早上坐一天的话也是一种享受 你在岛上的话什么项目都不完的话 在这边拍拍照也不错 而且也可以下海游一下涌 然后来的浮潜 因为它这边会给你的免费的浮潜装备 如果你想玩一些摩托艇也可以玩 但价钱我觉得还是比较贵 在沙岛上面坐一会儿 他们玩玩船也是一种享受 待会在那边坐一会儿 然后就坐船去另外的岛上 现在差不多就上船了 现在差不多就上船了 在这边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好 就看一下风景 而且天真的是太热了 受不了 受不了 差不多坐了近一个小时的船 现在终于到了另外的岛了 也就是皮皮岛 它这边有的猴子沙滩 那它们猴子要全非你的运气 因为猴子不一定有 这船坐我真的像海盗船一样 真的很累 这也就是皮皮岛 可以看到上面的山非常的雄伟 也非常的陡峭 身后的话就是来皮皮岛必须要坐的茶尾山 很多人都会来坐这船来拍照 那大会我们也会去乘坐这船去拍几张漂亮的照片 可以看到这个沙滩非常的小 起码就是来这边展示一下氛围 拍几张漂亮的照片 这岛的话就给你游玩的15分钟就在这边看一下 然后就去上船 然后就去吃饭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到底这里的饭菜怎么样吧 我们已经正式上了皮皮岛了 因为这个岛的话也相当于一座城市 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有 什么快餐品牌啊便利店都有 所以说现在就先去吃饭 然后到一定时间点就集合然后去玩船 就相当于自助餐一样的 基本也是什么都有 感觉这里伙食还是不错啊 基本什么东西都有 拿了这么一点 让我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吧 这有点像中传 嗯 肉丝大 味道非常不错 像一般这种 一个团餐的话基本都不是很好吃 但这个确实不错 再尝一下这个鸡肉 味道非常美 嗯 非常舒服 可以看到这里也是你的食堂 基本上来这里的话都是一些旅游团 所以说可以看到皮皮岛是真的非常的火 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岛了 在这岛上面的话我们就会做一下仓尾川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开入一个湾独岭 上面上面都是高山耸鱼 非常的特别 而且下面的水也非常的轻 这个下路里面是没有暗地停到 所以说我们只能乘坐那床尾川 然后去欣赏一下整的湾内 那这就是传说中的船尾川 那这就是传说中的船尾川 台湾 ninguém 就像水扇一样的层次 然后再拿下来 那这就是这些水扇 我们在来说的 那边就会看到 很客气 所以我现在也会看到 原来是什么 好多的 这就是做那个 这个湾里面络来络去 互相的拍起到美丽的照片 这就是来皮皮岛的真正目的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最后的景点了 要去走到200米 然后去看一下这里的风景 然后现在就出发吧 可以看到浪会从洞里面流进去 然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小水塘 走到五分钟就已经到了 真的是非常漂亮 这里有很多穿比基尼的 也得在这边打塔拍照一下 而且当这个沙子进了海水 走在上面非常的软绵绵的 所以明显看到这里的海水颜色非常的雨众 是非常清澈的一种蓝 所以你看看 现在这边的海水颜色 所以我们就能在这边 是在这边的海水颜色 但是这边的海水颜色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的海水颜色 在这边可以看到 那个海水颜色的海水颜色 也是有很多海水颜色 因为我们在这边 但是这边的海水颜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里的风景怎么样 基本上这里也是最后一阵 那今天的皮皮岛之旅就已经结束了 差不多回去的话也要做了一个小时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